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是吞死还是都是满足人 所以你们俩在一块 王老板 王老板我跟你说 我请你来多少还有点风险呢 因为像老板上节目 人家一向就是说 你这有商业宣传之嫌 可是你这个人很杂交 你知道吗 很杂交 杂交在台湾的意思是 跟大陆意思一样 他的身份 人家都说你是企业家里的娱乐明星 娱乐明星里的企业家 所以咱们今天是当明星 把王老板请来 但是也得照香港电视的规矩 不能提你们公司的名字 不能提名号 不能提华一 但是咱们讲公共话题 电影的名字可以提 我要提提我们豆子导演 让我很自豪的 这个love 今天这个日子 我跟你说 多好的日子 这个情人节的前一天 2月13号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在这播着 咱们仨这么聊着 按照你们的这个上映时间 2月14号 还有半个小时 我期待 现在市场门口已经大排长楼 正在等着要进场 这是我中心的期待 超过圣诞 超过新年夜 你没有统计 对 全过单日最高 单日最高 那个地方最黑暗是吗 最适合情侣 最适合情侣 去的地方 对 但是呢 这个豆子 我要先呼吁 就算你是孤家寡人 你要面对这个孤单情人节 心里面难免有所遗憾 去看love 他不单是拍给情侣看的 更是拍给官夫看的 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个官夫 昨天晚上 你有点像 而且那豆子 现在呢 我发现跟以前私下里 我们认识的不一样了 现在开新闻发布会 我看到你讲的一句话 关于这个电影 我听了之后 有点干颤 你说爱就要负责 是吗 爱就要负责 这是你说的 是吗 这是我们系里头的台词 我跟钟蕾都特别喜欢这句话 但是呢 怎么负责 我那天又听见那个吴秀波唱歌 唱的我也有点胆怯 说是什么呢 说这个爱他就不要让他害怕 爱他你就要娶他 这是你说的负责吗 倒不是 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欲望载质 跟着下半生思考 然后往往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你常常对你自己在冲动之下的形式 却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 所以往往就当责任来临的时候 当那些不快乐的压力来的时候 往往就想撤 而且我觉得你不想负责 也会担到你身上 是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所以我们很期待 看一看 今天豆子带来了这个宣传片 我知道这个豆子让我觉得 我们原来就经常私下里玩 后来拍了猛甲 以后 我看到之后 我真的是作为朋友 很自豪 觉得我们的台湾朋友 平常不显山不漏水 拍一个片子就这么狠 创了台湾票房记录 而且那种影像风格 所以我也很想从宣传片里 就看一下 豆子这回又是什么一个风格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LOVE 豆子又上去了 自己又演了 这个批号终生不改了 我热爱演戏 会不会这件事情负责 其实这是一个我们的前导预告 最早的一本 对已经很久很久以前发布的了 这个八九月九月的事 对 我觉得对你来说 好像拍电影是很痛苦的事 痛苦并快乐 是吗 因为真的太苦了 太苦了 体力上的苦能理解 精神上苦 太苦了 怎么讲 从无到有 你想想看 从去年三月 我跟钟也聊到说 后头来合作呗 你想拍什么 我想拍一个这样的片子 是去年三月 前年三月 一零年的三月 对 然后到 有这个概念 写剧本就写了一年多 然后你要凑齐这么多的人 然后你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镜头 每一场戏 都是一个难关 你到底能不能做到 你心里面想象 或者能超越你原本所想 你能不能真的弄出 那个真挚的情感 你能不能真的 对拍出你心里的感受 然后到片子完成 那个我剪接 在剪接房里面耗了两个月 进到那个浩瀚的素材 几十万尺底片里面 把每个人最好的表演 找出来 然后一剪完 完了 超长 肯定的 初剪三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 然后 我答应他们 我会给一个两小时的版本 所以那个都是一寸寸 一尺尺的底片 都是自己的心血 你觉得这个意大利 不是有一个电影大师 叫做这个费里尼吗 费里尼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 他说我自己的电影 在电影院这个供应的时候 我从来不去看 他为什么不去看 他说因为我心中的那个电影 是三个小时 可是最后这个制片人 给我盖了两个小时 他说我要去电影院去看 我会崩溃的 我会心痛死的 就说 就说你看 他这个固执的认为 我脑子里的电影 永远是我出剪的那一版 三小时的 而不是你们看到的 你们现在也都是朋友了 你对斗子的性格 人性有什么了解 他人性最里面的一面 我都看见过 对对对 都见过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 我最好的朋友 这一面 真是 我们也都十年了 快十年 你是最里面的看见过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看 最早年的一面 你知道吗 他演当年 十七岁以前 人斗子是大明星 是吧 这叫算是 也还好了 少年成名 小碧的故事 那是在台湾的无人不知 后来 大陆人更熟悉的是 风贵来的人 我今天还特意找来 你那个时候在里面 演的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这个斗子 所以男人越长 还是越俊的 你知道吗 你看那个时候那猴样 咱们现在可以看看 这个当年的斗子 你几年次 五十二 那么大 我还远你才十七岁 你也是从马公来的吗 我家住基隆 那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这边 我家住的第一栋子 我家住在座位上 我家住的一栋子 小河 我家住在座位上 我家住在座位下 我们一起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你啊 这个冯小刚有一本书 我就只对他留下一个印象 你知道吗 他这个这个是我把青春献给你 这个书别的我都没记住 我就记住一个细节 说这个王中磊啊 认识女孩多 把这个刘振云呢 气得不清 说给谁打电话 就能给谁打电话 刘振云作家 现在他那个1942那个编剧 这个当电影公司老板 是不是厌福不浅呢 他一定是神话 没有明明 肯定呢 因为工作关系会认识很多人 然后也有很多人呢 也比较想认识我 那当然了 我还都是用 这个其实豆子也有经验 他也是电影公司老板 著名的公司 我再问问你 一般呃 女演员 你给他们导演发不发 啊 不是 这个话很容易 我会我会把女演员介绍 对 发果 他其实是呢 导演 跟女演员的感情会更好一点 然后互相推吧 比如这次你看就是 这个他跟舒淇 特意安排了他跟舒淇 演一段床戏 然后呢 床戏当天我就打电话说 哎 怎么样 你的女神跟你上床了 你什么感觉 他说 不行太紧张 就是舒淇紧张 他也紧张 他一直在 只是摸床 表演都是在摸床 显得很那什么 结果我拍完了 我一去看那个回放 我说 很好啊 很好 你完全都 这是专业 这是两个演员的专业 或者说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专业 也可能是你习惯的癖好 我根本就爱摸床 咱讲点正经的豆子啊 上一次拍了这个猛甲 让我觉得是一部很狠的这个片子 怎么就180度大展拍 又拍起这个爱来了 我觉得由于 这个我 其实我最近对台湾电影啊 有一个看法 老实讲 就是大陆这几年的电影啊 我老觉得导演的这个心呢 容易乱 而且甚至你能看出来 这个价值观呢 混乱 都不知道他要什么 但是讲实在话 台湾近年来几个片子 我至少觉得这个导演 他是情怀啊 是比较单纯的 你比如说什么海角七号 你都觉得他有话要说 而且是像赛德克巴莱 你都觉得他涌动着一些东西 他想说 所以我对你也有这个印象 你既然拍这个乐舞 是不是想把你前半生 这个爱情男女关系的经验 给我们宣表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好 好